明天有可能我要跟他们的家 你又有工作 我可以早回来陪你 然后再去 行了 但其实这事吧 你也不能怪你姐夫 他当时在公安局上班 他能不去找你姐吗 肯定是因为没有找到证据 没有找到线索而已 可是生活还要继续啊 公文 你不能永远背负着 你姐姐失踪的包袱 就这么原地踏步啊 难道让我自欺欺人 就不找我姐了 没有让你不找你姐 你当然要找你姐 你姐夫他也在继续找着你姐呢 其实我看得出来 你打从心底里 是非常认可你这姐夫的 马姐 不管我怪不怪齐恒 最重要的是你帮我找到我姐 当然 我答应你的我就一定会做到 但是这件事情 她真的是需要时间 给从长计议 你只有自己站起来 然后你快速地成长起来 你才会有精力和财力去找你姐 是不是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好好地规划规划 你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 首先 我觉得吧 你从明天开始 每天早上过来找我跑步 对了 我还有一个律师朋友 他有一个学编程的补 非常非常地厉害 我听说这个大神 他现在在一心一意地 搞手务开发 不然四大金库 早就已经被他给攻陷了 他真的这么厉害啊 当然了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那马姐 你能不能让我拜他为师啊 你想拜他为师啊 你想要拜他为师 可以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去跟你姐夫和好 我作为一个堂堂的刑事法官 你知道我每天我有多忙吗 我现在抽出宝贵的一个小时时间 我过来劝你 我还给你带来的礼物 你这礼物是你姐夫给你买的 你知道这块表有多贵吗 我答应你 但是你要知道 我是为了学好技术 更快地找到我姐 是是是是 不管是什么理由 你答应了就好 君子一言司马难追 温伦 温伦 我回来了啊 你师父没吃饭 我一会儿给你做点饭 我没说过事 我要学电脑编程 专攻手游技术 目的是组建一个小公司 而且我也不会放弃寻找我姐 我学习计算机技术 就是为了更快地找到她 具体什么方法你先不用问 学费我先借你的 油会还你 等等等等 你刚才说了什么 编程 学费还有 我再寻 寻稿你姐我姐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还有一件事 估计你早就忘了 明天是我姐的生日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她失踪的游乐场 是啊 明天 是你姐的事 好啊 没问题 对了 可能不行 是这样 我们现在有一个案子 全市上下的 都在盯着她 明天可能我要跟他们的家 你又有工作 我可以早回来陪你 然后再去 行了 她失踪的时候 你就一点都不关心 你这么希望她死是吗 回来 我别记得了 咱们今天不说这 我说那儿累了 先休息 什么 为什么我一说到过去 让她躲避我 伯伦 你挺好 没有躲避你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都在找你姐 我利用可以利用的时间 问遍了她身边所有的人 她的亲近朋友还有同事 可是就是没有她的线索 但是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希望她死 你知道吗 你永远有我的天空 对吗 好 我 我 我 写